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話說路透社有一篇報導 引述了多名中國現任和前任外交官的消息 指出習近平在去年親自向外交部下達了命令 要在外交層面採取更強硬的立場 這篇報導就提及到 新任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去年8月在巴基斯坦調回北京的時候 由於他在社交媒體的強硬言論 受到外交部的青年員工的熱烈歡迎 而有兩名中國外交官指出 目前外交部變得鷹派當道 全因習近平的個人作風 去年他親筆手寫了便條給外交官 指出面對著國際的挑戰 例如是中美關係的惡化 要採取更強硬的立場 要表現出鬥爭的精神 應該強硬地駁斥西方抹黑中國的言論 這篇報導的真偽當然是有待考證 但無容置疑的是 目前中國政府的確是由鷹派當道 亦不局限於外交部 甚至其他部門都有這種情況 就算不是習近平親自下命令 要採取強硬路線也好 那些部門的幹部領導 都一定會採取這條路線 因為可以迎合勝意 至於當這個鬥爭思維 在人們的腦海當中深耕物質以後 當然會應用到全國的不同層面 包括外交工作的層面 於是華春瑩、趙立堅 學到十足十 活學活勇 將這種鬥爭思維發揮得臨離盡致 在昨天的外交部記者會上 華春瑩又再向美國官員發炮 有些記者問到 美國現在有些官員 將本國的爆發責任 推給中國 指責中國隱瞞實際的個案數字 到底你如何回應呢? 華春瑩回答 我們無意評判其他國家應對疫情的表現 但正如世衛組織和很多國家領導人 以及專家、國際媒體所說 中國在這次疫情的應對 為世界爭取了寶貴的時間 但有關的國家 到底有沒有充分地利用到 中國作出巨大努力和犧牲 所爭取回來的寶貴時間窗口期呢? 我想相關國家的政府是清楚的 人民也能夠切身體會得到 這麼多日過去了 美方還有人響雪要囂 想中國為美國的疫情負責 他們難道不心虛 不愧疚嗎? 現在試圖製造一隻世界上最大的窩 扔給中國 讓中國成為最大的代罪羔羊 但這隻窩太大了 對不起 他們扔不到出去 這種戰狼式的外交語言 擺明是充分地反映出 背後的鬥爭思維 同時之間外交部發言人 沒有再在源頭輪上加以著墨 代之而起的就是全球合作論 華春瑩自己也說到 唯有加強團結合作 才能盡快戰勝疫情 這也是中國在外交層面上 所做的實體工作 包括繞過了歐盟 直接向個別國家提供醫療援助 包括一些相對沒有那麼發達的國家 因為歐盟主要是以德國和法國來主導 至於其他比如西班牙、意大利 相對二線一些 中國就直接向這些國家援助 這些受到援助的國家 終然明知道中國背後有政治和經濟動機 但仍然心存感激 為什麼呢? 因為歐盟對於成員國之間的援助 實在是嚴重不足 因為整個歐洲都是處於大流行的時期 各國自己都搞不定 還怎樣有額外的資源 調撥出來支援意大利、西班牙等 就算德國說接收其他國家的病人 數量都相當有限 遠遠及不上來自中國的醫療援助 雖然中國在宣傳層面會出口術 無論是送給人也好、賣給人也好 一律都當作是援助的計算 而且有些貨品有非常劣質 準確率非常低 要人家退貨的 但仍然有相當一部份是可供使用的 就算這部份都已經多過歐盟對於這些國家的支援 因此當全球大流行的情況結束以後 有兩件事是很可能會發生的 第一就是歐盟或者會出現變數 因為目前部分歐盟成員國 他們所得到的援助 來自中國的就遠遠超過來自歐盟本身 這些國家就會產生了一種離心力 而中國大灑金錢搞醫療外交 無非都是想削弱歐盟在這些國家的影響力 甚至乎落見於歐盟分裂 到底這個效應能不能持之以行呢 其實都好看中國到底經濟能不能復甦過來 因為醫療外交是一件非常花錢的事情 需要大量的資本來做 如果中國內部也搞不定的時候 可能醫療外交就變成昙花一燃 莫說這些歐洲國家 就算是跟中華民國爭奪邦交國的時候 有些答應了人家要做的事情 都沒有做到 後來落空了 第二件事可能發生的是什麼呢 就是全球化的部分會減慢 先說說歐盟 原來國和國之間沒有邊界 都不一定是好事 在全球大流行的情況下 這種無國界的觀念 正正是使得成員國之間的防控速度減慢 至於醫療設備的生產線 到底是不是好像以往 全部都要投放去中國 長期來依賴中國 還是需要在本國設立一些 屬於自己的生產線呢 大家看到台灣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他們有屬於自己的生產線 他們可以生產到足夠的醫療物資 供應本國人民來使用 而很多歐洲國家根本上是供不應求的 因為他們本國對於這些醫療物資的產能非常有限 故此在這個大流行結束以後 他們都需要考慮到 是不是需要在本國設立相關的生產線呢 接下來就看看美國的情況 特朗普總統昨天開了白宮記者會 他提到 要延長到四月底的防控措施 是非常嚴苛的 而接下來這兩個星期 也會很痛苦 呼籲國民要忍耐 要守規矩 今次疫情對美國的考驗 是前所未見的 需要全國人民配合嚴厲的措施 才有望將個案數字盡量壓低 他也提到 國民應該盡量減少外出 留在家裡工作 以及不允許多過十個人聚集 聽起來好像美國比香港還寬鬆 我們香港不允許多於四人聚集 美國不允許多於十人聚集 十人很多 但是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 美國是一個自由社會 如果人家的國民 對於特朗普總統的防控措施 是感到不滿意的話 他絕對可以在九月大選當中 投給民主黨的拜登 踢他下台 當然要看選情 但是香港是不行的 香港的執法部門是沒有制衡的 美國的警察如果是藍權 亂發控票的話 他是會有追究的 他是要承擔後果的 要承擔法律責任的 香港那些是會嗎? 香港的監警會有用嗎? 香港的投訴警察庫有用嗎? 完全是廢的 所以香港根本上你搞的防控措施 越嚴格的話 對於人民的打壓就越強烈 根本上由頭到尾就無心搞防控的工作 好像昨晚那樣 有什麼可能你判斷得到 那五個路人 是在這裏有目的聚集才行 五個人都不相識 那你也可以老屈的 那你這些是什麼防控措施呢? 對不對? 美國會不會出現這些荒誕的事呢? 就算是有 相關的執法單位 也會遭受到懲罰 而是你香港不會的 那那個人 被你說是就是了 他百慈莫辯了 難道真的上訴嗎? 為了那兩千元? 如果那些人要為自己討回公道的話 就要面對一個非常漫長的法律程序 只是時間成本和精神壓力 就已經得不償失了 很多人都選擇為適時寧人算數 你票控罰兩千元 當跌了 當破財黨災 不是怎樣 根本上就是極不公平 那些球場打球的年輕人 你就票控他 在街上五個人不認識 你又票控他 在圍村那一百人擺酒 擺明認識的 不認識會不會請喝呢? 認識的 有目的聚集 不理 去到的時候 口頭警告算數 那為什麼不口頭警告那些年輕人呢? 不口頭警告那些老人呢? 這些就是選擇性執法 不是說美國一定不會沒有 就算有也好 人家一定會有一個投訴機制 而這個投訴機制 就不會像香港那些 武牙老虎機構那樣 是無法制衡到警權的 那些投訴是會得到公平審視的 香港可以嗎? 香港是不行的 所以這些防控措施 根本上都是騙鬼吃豆腐的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